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就记影片来说到 韩版天梁M7月第3周的重点内容 第1个是 7周年纪念耳环它要结束了 之后会放在红利商店用700的红利可以购买 结束后它就可以放到收集品里面 让玩家获得永久的收集品经验值加7% 然后第2个重点就是变身币别乱花 韩版终于开放了马戏团的最高级卡包周末兑换 它需要使用12万的变身币进行兑换 然后每个招号可以换20个 所以依照目前看来的话 韩版只有的新卡就是固定先出在台币包 接着出在蓝钻包 最后放到周末的硬币兑换里面 然后第3个重点就是新篇章制服器里面 推出了潘朵拉的补给箱 这个补给箱有一个在正服大家不起眼 但是在新服却是非常珍贵的道具 就是潘朵拉碎片收藏品 那这个碎片的话一个礼包会给4片 8个礼包就是32片 那可以帮大家完成的许多非常珍贵的活动收集品 如果在玩新伺服器的伙伴们 记得要注意这个礼包的开放哦 以上就是韩版7月第3座的重点内容 我是滴滴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